今天呢 重中之重 当然就是要讲习拜会了 尤其是今天呢 有很多的媒体消息曝光 在旧金山呈现了这个景象 什么景象呢 等一下导播会带我们来看 直接看画面 那首先呢 告诉大家 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呢 已经抵达旧金山了 那从他呢 下飞机的那一刻开始 其实大家是拿放大镜在看的 除了看他落地 接机的这个规格之外呢 另外其实中方也有提出来 一些细节的规格 那美方是否都有照单全收呢 这个在外交上 就是一个很大的美感了 今天正好请到了借文集借大使 等一下一条一条来帮我们分析 据说啊 习近平的这个规格 是连他坐在车上要抵达饭店 就从机场到饭店的时候 眼睛看出去的风景 都是经过安排的 好 首先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 在明天呢 习拜会 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见到拜登 那他们会在这个非常漂亮的 费罗利庄园里头会谈 那会谈的时间呢 现在先曝光是四个小时 为什么会是四个小时呢 因为据说来这个重点 这个长度呢 要胜过去年G20 在巴黎岛 之前他就说啊 要重返巴黎岛 要前进旧金山 那现在呢 的确已经到了旧金山了 那我们也看到了 美中在这一次的努力上 的确呢 不同往常 释出了蛮多的善意 那上次呢 在G20谈了三小时 这次直接先喊 要四个小时 那这一次呢 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还会出席两场活动 美国商界还有文化界领袖的招待会 然后呢 随后习近平主席会发表谈话 这个主题叫做 治美国及中国人民 当然中美元首的这场会谈 里面有很多的小细节都是有猫腻的 我们先来请教谢大使 你怎么看这一次的这个 习拜会呢 特别在这个庄园 费罗利庄园 据说里面非常安静 非常的漂亮 这一次从规格上来讲 不止它的会谈长度 从三小时 现在报道说要变四小时 有这个加场以外 它规格上也提升了 上一次的习拜会是在印尼的巴尼岛 对 它严格说起来应该是借着G20的峰会 举行的一场场边的会谈 那这是去年的规格 今年以中国大陆官方发布的 习近平这一次到美国访问的 这个整个的 整个的这个规格来看 大陆的用语非常精准 他说习近平是 应美国总统拜登 这个好 应邀同美国总统拜登 举行中美援手会晤 他这个是放在 A派的会议前面 而且他要分开 对 他不是借着A派会议去见拜登 而是先见拜登 而且是美方邀请 他要跟拜登进行中美援手会晤 接下来说同时 也是应邀出席 亚太经济合作组织 第三十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这是两个分开的 规格不一样 我觉得这已经大幅提高了 对 比巴厘岛的会谈 规格提到了很大一集 是专程应邀 应美方的邀请 跟美国总统拜登 举行一场 这个叫中美援手会晤 而且这种不是顺便的 这不是顺便的 这是专程应美国邀请 来开这场会的 然后他说同时也应邀参加 A派的领袖会议第三十届 所以这是两回事 所以正好时间放在一起 那再这样说 在费罗利庄园 这种形式的这种会晤 那种基本上 就是已经在营造一个友好 然后友善的氛围了 而且很强调两个人的关系 比较私密的那一种 不是顺便在会场旁边的 一个包厢里 因为据说 这个费罗利庄园 它是占地265公顷 然后里面有乔治亚市的 这种复兴风格的豪宅 有英国文化复兴风格的花园 有2.8公顷的果园 1.6公里的小径 对 所以所以他的那个 一般人大概也不会进去办这种活动 我想也有报导说 就是双方特别敲定在这个场地 当然就是说本身 他不会受打扰 然后他的那个整个的怎么讲的 很符合元首会晤这种层级 高规 非常高规 我看了这些报导 美国报导报导这个庄园 大概有点像皇宫等级的 像欧洲的皇宫等级的 所以呢 然后在这边要谈四个小时 那么可能还有一些共餐 还有他们的双方的带去的 这个随从人员 也会分组进行讨论 对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 讨论意义非常广泛 成绩规格非常高 然后呢 美方提供的这个 礼遇也是空前的 对 就是隆重接待的 这样的一个意味 的确这一次的美中会谈 你知道吗 美中元首当然不是第一次会了 但是因为前几年 就是美中这个关系 一直非常的不好 晶片战啦 科技战啦 太空战啦等等的 包含在南海的一些 军事上的一些冲突 也是有升温的迹象 所以今天这一场 席拜会呢 其实更加的重要 等一下我们来谈 习拜会到底要谈什么 我们先来看一下 这一次中国大陆呢 也特别派去 向大陆央视 派了180名的记者到美国去 据说会以68种语言 来报导这场峰会 表示呢 在中国对于这场峰会 其实也是高度重视 当然大家会希望 谈出什么来 那这一次我们来看一下 街机的官员 大使能不能来帮我评论一下 街机的到场的有 美国的财政部长叶伦 美国的驻中大使伯恩斯 另外还有这一位 特别抓出来 加州州长纽森 他算是近期来第二次见面的 这个美国朋友了 10月23号才访华嘛 以前他曾经担任过这个旧金山市长 那他访华的时候还去了蛮多地方 北京上海啦 深圳香港啊 这些地方他都有去 那这一次呢 在美国高官团的街机团队当中 就有他 对 他不但他本人去 他太太他夫人也去 对 对等于说就是说 夫妇一起去迎接 然后呢 因为他是加州 等于他是地主的 地方的最高的这个长官 那 最近大陆在讲说 习近平对于中美关系 有几个评语啊 有四个 四句话 他中间有一个很重要 就是说 中美关系的活力在地方 所以 可以看出来 真的 这个从加州州长纽森啊 亲自到机场去接 可以看出来是很有活力的 那么他也很重视 跟中国大陆关系 就光加州来讲 对他来讲是一个 很好的机会 他可以借助跟中国大陆的领导人 接触 接触 将来对于加州 不管是争取中国大陆的投资 还是呢 美国加州的厂商到中国大陆的投资 还有双方的贸易啊 都会有很大的帮助啦 那除此之外 还有一个很重要 就是叶伦 叶伦在美国政府里面 事实上 他等于是美国的什么 美国的经贸撒谎 中国经贸撒谎是何利丰 美国就是他 对 那现在经贸问题都是很关键的问题 所以他第一个本来财政部长 就是扮演这个 几乎是前一 前首一首二的这些格员的位置 他现在又肩负很重要的使命 所以我觉得是重量级的政坛 政府里面重量级的官员 那伯恩斯当然已经到 还有一点我特别看了一下 美国在这个欢迎的现场 安排了军礼 也就是礼兵都在 你看这个是军礼来欢迎 基本上他的规格就不一样 对 你看他这个基本上是美国 应该是三军的一队吧 都在现场欢迎 那所以我觉得 等于美国在礼遇方面 做足了 应该给予习近平的 各种的所谓的礼遇了 那我看习近平他的这个 红旗轿车 也千里迢迢运到了旧金山 没错 我们等一下来谈红旗 所以他一下来做的就是 自己的这个中国国产的 这个元首级礼兵车红旗 没错 那这一次呢 大家当然很关键的就是 那这次要谈什么呢 在抵达旧金山之前 拜登也先透露了一点消息 他说我的目标呢 这次要谈 当然就是中美要恢复沟通嘛 那你要沟通到什么样的深度呢 我的目标是恢复 美中正常的沟通 在发生危机时 能拿起电话对话 确保两军能够相互接触 所以就是在军事沟通的部分 希望减少不必要的误会 对 这个就是记者的问题 美国记者的问题说 你这次会谈 你最希望达到的是什么样的一个成果 那拜登就给出这句话 他不加思索就这句话 他就说他希望就是说 双方的元首在关键时刻 拿起电话就能通话 那同样子 两军的这个 这个最高的这些指挥官 在关键时刻拿起电话就可以通通话 避免误判 避免不必要的冲突 那他还有一句话 拜登还有一句话 他说 我们美国不寻求和中国脱钩 他希望双方的关系是什么 能够有所促进 而且是往好的方向去继续发展 所以我想 以拜登来讲的话 我觉得释出极大善意 可是你知道 美国就常常就是 见面的时候都跟你话讲得很好听 像先前川普不是也跟 实际上也见过面吗 话讲得很好听 结果呢回国之后 马上的美中贸易战就来了 然后紧接着又延续到了 现在的科技战 好所以这一次呢 会不会谈台湾问题呢 我们来看一下 有一些媒体也分析报导 做了一些点名 包含了大国的影响力 也要发挥出来 习拜会是否有可能会谈这些题 当然现在的中东冲突 以巴问题 以哈问题 然后呢 俄乌战争 俄乌冲突 还有呢 AI人工智慧 公平贸易经济关系之外呢 台湾问题 那台湾问题会谈到 什么样的深度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 中美元首会晤 大陆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 今天就提到了 他说台湾问题就是 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 所以呢 这一次啊 这个习拜会呢 会前就有很多媒体在猜了 也有很多消息放出来说 这样会提及台湾问题 必谈 然后呢 美国总统拜登也会提出 大陆干预台湾大选 等等的议题 但是朱凤莲回应 他说希望美国信守严肃政治承诺 反对台独 我们先来听一下他的原话 对中美元首会晤呢 外交部已经发布了相关的消息 我们在这里指出 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 是中国内政不容任何外来干涉 我们希望美方以实际行动 恪守对中国做出的严肃政治承诺 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 旗帜鲜明的反对台独 好那当然呢 今天呢 在台湾政坛 也算是一个很大的消息 就是在总统大选的这个部分 政党的蓝白和的部分 会不会也影响到美中 可能会谈到的两岸议题呢 当然大陆国台办事有回应啦 要和平 这就是民意主流 对我想就是说 其实在台湾政局未来的发展 大陆跟美国是有共同利益的 就是说当然都不希望台湾的政局 往一个失控 或者往一个极端的方向走 那当然蓝白和就代表 这个中间的力量整合起来 因为今天绿营是一个台独的 一个工作者 他是一个台独的 主张台独的一个政治人物 那是往这个 往这个 这个是个偏激的方向走 我想就美国人来讲话 也是一个难以掌控的一个因素 所以很早开始 美国就在讲说 哇 赖清德这个暴冲的这种政治记录 他会不会成为陈水扁第二 而陈水扁从他开始进入政治到他最后退 他都没有讲什么 他都没有讲他是台独的工作者 对 陈水扁最多讲到一个两国论 不是一边一国 对不对 那他没有说他是台独工作者 还务实台独工作者 所以这个对美国跟大陆来讲 他们会去协调出一个对于台湾的一个共同立场 可是他不希望台湾本身的变数 变成他两方完全失控以后 不晓得互相怎么样来 面对一个对彼此都是很大的一个冲击的一个 一个挑战状况 所以势必会谈台湾问题 不过我觉得也不会谈到太 不会谈到太多 太多 因为对中国大陆来讲的话 中国大陆的立场是台湾是 中国大陆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那他也不愿意美国用一种 一种有权发言有权干涉的角度出来 做谈这个问题 可是他想要知道如果发生什么状况 美国会怎么来处理 他也会告诉美国 如果台湾台海之间出现了一个什么状况 他的可能的政策选择 他可能的步骤是什么 这个我们就是说英文里面就叫 Compare note 大家把这个想法交换一下 那像这个有记者问这个说 问这个Sulayman 他说你会不会 你们会不会强烈的要求 这个习近平就是说 不能去干涉这个台湾的选举 苏利文根本答都不答 因为这个问题 就是一个假议题吗 这个问题就是个假议题 即使双方谈也不会谈到这个程度 我认为不会谈到这个程度 太细节了 对太细节了 那不过对习近平来讲的话 这个是要他要摸西 他要摸拜登的底 因为在今天这个蓝白河这个消息还没有出来之前 台湾海峡台湾的政情正走上一个非常怎么讲 非常不可测的 可能是一个狂风暴雨的一个未来 那对两岸关系会造成的冲击 也是前所未有的 你说中国大陆习近平怎么不会预作准备 预作很多备案 他也就是几种情境下来他要怎么做 那他一定会把他告知美方 让美方你知道反正这种事情就是我 什么状况我非这么做 一定会告知美方 很多人之前其实在讨论 在这场的这个习拜会里面 台湾会不会被美国卖掉 美国卖台湾又不是第一次 对啊我在大学的时候 有一天突然那个报纸出来 美国跟中华民国断交 然后呢卡特总统 然后呢美国做了三件事 断交废约撤军 我小时候到中山北路都是美军 美军顾问团就在那个地方 我小时候在建国南路上课 每天走的是建国南路 美军顾问团的总部 天天都看那些高鼻子蓝眼睛的美军 在街上一大堆啊 对不对 就突然有一天他就断交 然后说撤就撤就对了 说撤就撤啦 那不是出卖吗 对不对 那时候哇那时候蒋经国总统说 啊要什么 处变不惊 大家不要怀忧上志 我都记得很清楚 所以不是我们不信任美国啦 而是说我们都经过了这些 经过这些 所以我们不会 我们不会完全相信 我们美国有美国利益考量啊 他为什么要对台湾做出不符合他利益的这种承诺 或者作为呢 这是你如果有有这种期盼的话 那就怎么样 那就是自己本身的判断有问题 嗯对不对 要安全要幸福要和靠谁 靠自己 我们要靠自己的政策 来确保我们台湾的安全 台湾人的幸福 你都靠美国 美国以前 1979年嘛 1978年嘛 我那时候在大学四年级 三年级啊 就是美国就断交费约撤军啦 对啊 那时候你知道我们台北市房地产跌了多惨啊 多少人在买飞机票跑跑离开台湾啊 对那个我们都经过过了 所以你们现在要我们说 相信美国 我永远会打一个问号 我会有所保留 国家要安全人民要有钱嘛 那其实我们照惯例来看啦 以前曾经跟被美国帮过的那些国家 其实下场好像也都没有很好 比如说阿富汗啦 伊拉克啊 越南啊 很多国家其实最后呢 都是一个打回原型 甚至现在更惨 你看叙利亚 现在美国介入之后有比较好吗 他们有打赢吗 没有 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肺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脂菌种 和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 消化到机能正常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肺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种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药食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 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 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不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 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选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